歡迎大家收聽《雜誌背後》 很久沒見,我是Winsome 我是Janice 我們今天有個新嘉賓 就讓他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實習同學Jimmy 今集的Behind the Scene 我們想分享之前一連串 有關武林勝武嘉連華的新聞 在今天開始分享新聞內容之前 首先我要關心一下Janice Janice,你的手很花味 因為我知道你採訪這宗新聞的時候 給你1.5個頭的保安捉住你的手腕 以及用上身擋住你 擋開你,讓你找不到協辦機構負責人回應 多謝Winsome問候 當時很多讀者看到那張我被人摸手的照片 都有第一時間關心我的狀況 就像之前在電子報裡說 我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受傷 就算被他捉住手腕和肩膀都沒有痛 所以也很感謝大家關心 其實這宗新聞就事源Winsome今年3月 報導了文化藝術城市基金副主席陳李偉倫 原來是武林勝武嘉連華活動主辦單位之一 唐雅藝術科技有限公司的榮譽顧問 所以我也想問問回Winsome 可 780万公帑资助 但是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 随后就质疑 这个Chubby Heart的设计师 其实他就是一个基金委员会主席 新世界行政总裁 郑子江旗下的商场店铺租客 就质疑整个活动 就有一些利益冲突 又或者利益输送的问题 连同这个活动 其实基金今年就一共 为8个活动批出了资助 我们就会想知道 究竟其他获得资助的活动 会不会都有同一个问题呢 最后就发现了 武林姓母嘉年华的主办单位之一 唐雅艺科的荣誉顾问陈利艾伦 原来就是这个基金委员会的副主席 但是我们报道出街之前 无论打电话 上门 经委员会的秘书署 都找不到他回应 所以一直都很想等到活动开幕之后 找他真人文清楚 今个月这宗新闻 就是由Jimmy和Janice两位负责跟进 其实两位当日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就是负责做开幕礼的时候 主要是问他们两个回应 因为这件事其实就是涉及一些潜在利益冲突 最主要是因为 Winsome一直都找不到他们两个回应 所以隔了差不多四五个月 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他们两个 我很记得那个活动的开幕礼 是在早上的10点举行的 我就早了大约半个小时去看setting plan 去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到 最主要是因为前一晚 我都有问过PR 到底嘉宾名单是怎样的 但他也封不住我 而且我也很害怕 万一原来他们两个都是潜水的 那怎么办呢 已经找不到他们的回应了 幸好嘉宾座位全都有名的 就确认他们两个都会到 那我和涉及朗希就计划 等到开幕礼结束之后就报他们 所以等到他们一走出会场 我们其实就上前自我介绍 但是主办单位的创办人唐雅 就说要先送走嘉宾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去到文化中心的上乐车位 去到后来看到嘉宾真的走了 那我和朗希就再跟他们两个说 我们其实都想问回多一点点问题 不过其实都未来得及派卡片 还有我应该只是说了 我是杂志写记者陈瑞萍之后 已经是有公关上来前面 那他还找了我女保安 就阻止我 阻止我 那我隐约听到他说 阻止他阻止他 然后女保安就已经是捉住了我手腕 还有阻止我的肩膀 不让我进去他们两个 所以他们两个就越走越远 我只可以在那时候 在IQ 就是类似是问活动 是不是都涉及利益冲突之类的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就已经是 推开了玻璃门 就是投也不回 进去文化中心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次问回应的状况 其实那次问完之后 我都已经是有想到 会不会已经是最后呢 也算是问不到回应呢 那去到 即是下午 我再跟朗熙去做 即是无临性无家年华 另外一个活动 中国华服秀的时候 那就刚好看到他们两个 坐定定在那里看表演 所以我们两个又再部署了一会儿 就决定在活动完的时候再多问他一次 然后 但是因为那个位置 空间都很阔 好像很容易被他们两个走人 所以我们就决定 找陈利艾伦敏回应 因为觉得他本人就是涉及 一个利益冲突的主角 所以最后 等到结束之后 我们就上去派卡片 虽然他都没有收 即是给了公关收 但是都令到他可以回应两句 即是说回 其实民体局局已经回覆了 已经按所有程序申报了 但是 都是他的亲口回应 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意义都在 因为好像都有 给到一个被指控的人 多一个回应的机会 是的 其实无临性无家年华 除了开幕那一天之外 他总共是有 一年六日的活动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一带去举行 那我们都很好奇 其实这个活动都拿了 千四万的一些公帑资助 那究竟他有什么看呢 究竟他做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值回这个公帑的价钱呢 都想呈现给读者知道 那这一场盛事 他总共就有八大的活动 包括一个千人武术粗 中国华服修 功夫表演 闭幕表演 就会有一些聖母之夜 和在文化中心 搞一个舞蹈show Jimmy也有在那里采访了几天 他也拍了不少照片 是啊 那我分别在11号和12号这两天 就去了嘉年华採访 第一天我首先去了当日其中一个电影放映会 那当日的活动就是在文化中心露天广场的C区 即是有条大楼梯那里 那就播最权第二集这套电影 那活动在下午的6点15分开始了大约 那一开始去到的时候 就发现整个放映区 其实大约都只有3至40人 连一半都坐不满的 那去到后期就开始多了少少人 可能有六七十人左右 那有不少都是坐一会他就走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就去问一些早走的人 看看他们对于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 那其中一位市民啊 朱先生呢 他就说自己都是想要休息 所以才坐下 那他又觉得这个活动完全都不是一个城市 也都吸引不了那些旅客来香港 那去到第二天的採访 我就跟了我嘉年华差不多一整日的活动 那当日都有不少一些表演的 例如是武术专长啊 唐私乐舞啊等 那就会邀请不同的人上台表演 功夫啊 跳舞啊 那整日流流长 我就尝试去找一些有趣的角度 去拍一些不同的相片 还记得那天早上表演期间 突然下大雨了 那我刚巧就忘记了大姐 所以都打到整个人湿了 那去到下午呢 我就跟Janice集合 就逐一去访问一些表演的单位 就是希望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活动呢 还有究竟他们参加这件事 有没有收到居马费啊 有没有收到报酬啊 那这样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Janice前几天的 采访报道出了街呢 那大会的员工都很紧张 途中我们去到这些 booth那里 就想问一些表演单位问题 那在我们讲话的期间 就有一名不知名的阿沈突然就冲过来 那他一下撞开了我 就跟一些表演单位的职员说 说不要跟我们讲话 那职员都很无奈地给了眼神我们 就叫我们去问回主办方 那之后我就跟Janice去舞台附近了 就想找一个刚刚表演完的妹妹 和她的爸爸做访问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保安已经认得Janice呢 我们一聊聊下呢 就有一个穿着黑色保安制服的男人走过来 就跟我们讲话不拍照 又不做得访问 那到这里我都觉得有点差异 畢竟我都拍了整天 在那里 但都没有试过有人走过来说不拍的 唯独是Janice来到之后 才有人开始阻止我们采访 那当时我们都立刻反驳她说 这里是公众地方来的 你又是一个公众的城市 那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采访呢 那最后有个PR的职员走过来 就和事 就说是不会 所以才让我们继续去采访 那之后我们就继续找不同的人去访问 那一直都有一些保安跟着我们 那就站在我们后面看着我们做访问 那又不停在那里call对讲机 不知道在那里讲什么 那难免是令人质疑 是不是有点点针对 还是有什么不想给我们采访呢 那但是我又想如果光明正大的话 又有什么要隐瞒 不让我们去访问其他人 或者不让我们去采访呢 我觉得那个现场的采访 都真的可以说都很困难重重 都没想过会遇到那么多的阻挠 其实当日我记得我们下去现场 可能再继续去追这一宗新闻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说一个讯息 可能有一些表演者需要贴钱 在这个盛事里表演的 最主要是我们再早一点的时候 就接触到华服秀的表演者 知道原来华服的演出者 要给四千八百多元学费 才可以表演 那我当时就想和Jimmy去查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其他的表演者 在这个活动都没收钱 原来是免费甚至是贴钱帮忙出show的呢 那和Jimmy一起 再和一些武术表演者再聊过的时候 原来真的和我们聊天的 那些全部都是无常演出 甚至可能有人是东莞来 自己贴钱租酒店再来 自己去表演 纯粹真的因为喜欢武术 那我们其实觉得 一个这样的城市 你收了政府这么多钱 你还未必可能给钱 或者是要在表演者那里收钱 那我们都会很想知道 其实那些钱是去了哪里的呢 所以我们在现场可能也会有追问 可能也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也没想过是遇到这么多阻挠的 那其实在现场我们也有试过再找 就是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武术 国际学院创办人王远凡再问 那他就说没有时间 急步走了 那我们期间又是继续被保安跟着 那当然他可能未必 好像上一次那样 有一个位保安捉住 但是那个感觉都挺令人不舒服的 那今个暑假就来雜誌社做委员了 那其实就是由我上年入读新闻系之后 第一份的失责来的 那今次武林乘母的采访 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被阻挠采访的情况 我自己就很深切地体会到 现在在香港做新闻的困难之处 那难的位置就在于 现在在香港 无论是政府啦 不同的机构啦 甚至乎是一般的市民 好像都不太愿意去跟传媒去沟通那样 甚至乎好像今次武林乘母那样 会主动去阻挠传媒的采访 令到我们要去暂时一篇 关乎公众利益的报道 都会有点难度 甚至乎是无办法去全面cover整件事 但我觉得都无办法的 既然我们选择了要去做新闻 就要他勇敢去面对这些困难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做些能够做到的事 Jimmy说得很好 其实回顾整场採访 我觉得我们重视这宗新闻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还有觉得市民是有必要 去掌握公帑是怎样去使用 还有我们相信传媒的功能 是要监察制度 虽然现在追一宗新闻 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不论你问政府 问这些公关的团体 问一个城市 可能你不会追到反应 追不到反应 反而好像是变成常态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在每一个环节 还有都要在每一个场合 尽力去找一些人去回应 和问问题 因为起码问个问题 你都会突显到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那譬如陈利奕伦 我们觉得 他在开会的时候 有没有投票 他有没有避制 然后为什么他不考虑 辞去其中一项职务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应该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我们都不希望有一些 有些冲突的事情发生 我刚才听完Janice 和Jimmy说的事情 都很有感受 刚才Janice她也有说 近几年做新闻 好像找不到回复 又或者是 问一些政府 拿一个白纸黑字的回应 都变得很困难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会想 究竟问了一次 有一些东西没有回应 是不是应该不做呢 又或者是问了一次 对方给不到一个好的答案 又或者负责任的答案 之后 就代表我们的工作 已经结束了呢 似乎又不是 因为 譬如我们 或者我 自己就会觉得 传媒的责任之一 是监察 或者去找一个真相 或者是 给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 但是做监察 或者给对方回应 未必 每次都是短期之内 有结果 又或者是 对方会立刻有回应 所以 虽然这件事是难了 但是 我们的责任 又或者是 另一个自己可以变化的地方 就是 用心记住 有一些东西 就是有哪些东西 是未有人回应的 或者是 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然后 记住 一件事 还是未解决的 然后 为这件事 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 去继续跟进 或者坚持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或者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 今集 听完整集 背景 我都是第一次 禁键 听到两位同事 是如何跟进 这一宗 的城市 因为 虽然整件事 可能是我一开始去写 或者跟进 但是因为 这一个 武林姓武嘉年华 去开幕 那几天 刚好我就放了假 所以 就要努烦他们 现在听回 都是有点心虚的 是的 好 今集的背景 先到这里了 那听完整集的大家 除了like之外 希望你也可以在留言 留个i字 就告诉我们 大家又听完整集 多谢了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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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